英勤老師的一個範圍作品 其中包括有勃曲、勃曲跟管、曲頂頂 因為這些作品都是在屬前先曲過的 正好就有印第主要頂端 是非常夠工 也算是這麼犯件的作品 繼續透過鏡頭 我們也從鄉親做回來去看看 為民調的圍作就是當英勤老師的範圍作品 現在正在民族台下進行展覽 根據民族台下表示 範圍是圍作當中比較特殊的 因為這些作品必須要先進行調曲 人家才能夠印在的作上 所以一個作品都是需要很久的創作時間 這次的作品當中有勃曲、勃曲、勃曲頂頂 可以說是讓人當中比較有看得到的 那陳老師他本身是住新竹 他本身在一家鑽石切割公司上班 這個工作之餘呢 這是他的興趣 他學了很久的畫 那他的畫非常有特色 最主要從這個畫工來講 他以筆、以刀、帶筆 然後呢他的材質我們可以從木刻 有的是木刻、有的銅刻 有的用鑽板來做底板 然後先用刀刻完了圖騰以後 再做上色跟修工 所以幾乎每一畫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這次我們在作品當中創作的題材也非常多 其中這次的作品是選了最多 這也是過期版圖作品當中 素頂最多 他的畫風當中呢 有幾種不同的類型 包括就是人物 在人物 無論是小孩、老人 或者是婦女等等 都非常的寫真 另外就是街景的部分 街景部分包括是鄉下的 或是都會都有 另外就是生活的 包括可能是小孩在遊玩 可能有一些老人家在樹下乘涼 或者是拉胡琴等等 都是在生活當中來做一個呈現 那比較特別就是他還有一些抽象畫 那抽象畫裡面包括是人的思考的部分 或者是哲理的部分 或者是幾何圖形拼湊出來的這些 啊 很有人生哲理 很有心靈美感的這些藝術 也在他的這個版畫裡面呈現出來 根據明德大學表師 這次的版圖展覽 除了有很多版圖作品以外 他也展出了一些跟版圖相關的創作 讓民眾可以一邊圍繞、一邊來看創作 也希望會有更多眾畫面民眾 來瞭解版圖這種創作 今天新聞創港平民必討報的 後來拜他就是